我这里是历史的历史,那个清朝时代的历史 在四百年前都有女子历史 那时候女的还得掺术啊,那左都还得左到是吧 我们现在这里几个糊涂,叫做山西乡 这是八大糊涂,都要糊涂,这条糊涂,还有名气 决定随着一间山河女,等到这边的历史的房子 做这个工作关锻节啊,那里面睡一会儿 嗯 这是大学生来这里做一个 嗯 这就是小虹天的故居,千龙皇帝曾经释放过这些 嗯 这一栋楼,三百五十年来生啊 千龙皇帝曾经释放过这些历史 这不是给你瞎胡用你 北京近代是都用其他 在清朝眼前,这一栋楼子北京是最有名气的体验 你看到赛景华小虹天,那都是清朝大大有名的名气 嗯 都在这里落个户,坐个台,顶个板 现在经过灰袖改造,那都是一家宾馆了 改成阿来开战,并且还做老外 你看南边这个小门,那是原来的门 那我意思啊,因为它是属于妓院 它属于旁门左道 你旁门左道,你不能开这门 你只能开片门,开旁门 哦 这个门是改成宾馆之后,才从中间开些门 这个门还不到20年 我早上跟你讲了,赛景华小虹天都清朝大大有名的名气 他不过他两个相差有七八十年的光阴 假裁没有赛景华,八卦联军一八国和少了圆明园 并且仰言又和少北京城 赛景华代表北京界一方 跟八卦联军同意,看看 最后把北京城保留下来了,没有被少 他成为和平实在 小虹天是明怪死亡的事 袁赛开党皇帝党了八十三年皇帝 云南将军蔡沃都举兵起来环靠 袁赛开就把蔡沃将军连进到北京 处处遭遭遭耕捡延迟 蔡沃将军都在借一顿楼里认识了小虹天 最后肖虹天想进了前皇百姨的办法 把蔡沃将军偷偷偷偷偷偷进城 等赌日本回到云南,最后戴柄把原池盖抬换了。 你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一部电影叫《直营》, 就是电影《明星王星刚》扮演的《财务》。 《章鱼》扮演的《小红仙》,这部电影还带过《白花销》。 《小红仙》,结晃以后他都流落了灯部的声音。 《中华人民共和会》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会》是赛会主义官家。 这个什么青楼几圆,这个杭道倒是不存在了。 他为了审称,他都嫁给了神养一个共云。 当了四个孩子的继母,就那人性没命了。 我给你讲的这么多,这都是有数可差,有句可语。 说赵本山水,我们有给你忽悠。 这里头现在也是鸡业吗? 现在不是宾馆的吗? 现在不是宾馆的吗? 哦,现在是宾馆的。 哦,现在是宾馆的。 你以为你去哦? 我以为现在还是鸡业。 现在赶着吗? 这边还有曼银闪的。